大家好,欢迎来到音色补习班,我是小甜甜 上一期我们发出了最新的Funda Tone Master Pro的综合效果器的评测 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大家产生了不小的兴趣 在评论区各大平台的反响都非常的不错 所以我们马不停踢马上给大家带来最新一期的Funda Tone Master Pro的评测 然后这一期其实我会带来的不仅是Funda Tone Master Pro 还有另外两块跟它旗鼓相当 无论从体积价格还是从它的音色功能上面 都属于同一个领域之内的另外两个好兄弟 哪两个好兄弟 大哥 耳弟 大哥 你们来答一下 其实答案已经出来了 一块就是Fractor的FM3 另外一块就是最近炙手可热的Neuro DSP QC 好,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三块 以免大家觉得我们口说无评 全是在做空气评测 稍等 我现在拿第一块主角 那这个主角朋友我们上一周已经见过了 这周不妨再跟他打个招呼 好,主角也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块中 年龄最小但是体型最胖的一块 肥是肥的点,不过问题不大 不用我说了吧 Tone Master Pro 然后这一块 是在这个三兄弟当中 体型偏中等的一块 但是在我们的最近几年的 无论从现场还录音的角度来讲 应用的范围非常之广 当然还有他还有个大哥 机架版大哥 但我们今天主要是拿这块FM3来开刀 来对比 此处应该有很大的掌声 这一块 最近这几年出境率齐高 然后一祸难求的Neuro DSP的QC 大家最近两天也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Neuro DSP QC突然发布了一个降价通告 把它的零售价格降到了1699欧元 那为什么会把这个价格降下来呢 其实很明显 它是为了和最新出的Fundatone Master Pro 在价位上形成一定的平衡性 然后下面我们先从一个非常客观的数据上 来对比一下这个三个非常牛逼的综合小王子 首先是从体积和重量上 那体积和重量上来讲呢 体积我刚已经对比过了 最大的反而是最新出品的Fundatone Master Pro 然后其次是Fractor的FM3 最小的是QC 这个三块的体积对比 我会在后期会拍一张图 或者做一段小视频 跟我们这个视频结合起来 大家可以一目了然 那其实对于体积特别敏感的各位小伙伴的话 基本上从这个单一的一个体积方面 已经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了 虽然我们这三块体积是在一个差不多的范畴之中 但其实就那么一点微小的差别 也会给我们的选择带来极大的决定性作用 因为拿在手里也好 放在脚上也好 整体的整个感觉会感觉非常非常的不同 还有一个被大家所忽略的一点 就是他们效果器的厚度 其实这几块厚度最薄的一眼望过去 就是QC 最厚的还是当仁不让 Fundatone Master Pro 然后下一个就重量 重量的话 其实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已经有所谈及 那今天我们也不会去用详细的数据 去形容三块综合效果器的重量 我是用什么样一个方法去 恒定一块效果器是不是超重 还是说它的重量正适合 就用单手去手持 那事实情况是QC 单手拿起来是轻而易举 然后FM3的话 因为它在这个设计上面 有一个提手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有这个提手 所以单手持握也是非常方便的 顺便补一下 你看 对吧 QC 轻而易举 一手掌握 但是这一块沉甸甸的Tone Master Pro 如果我没有去健身的话 那可能一手掌握实在是有点难度 然后下一点是有关这三台的一个屏幕的显示的感觉 因为作为当代的高端综合效果器 屏幕的可见性 或者说显示质量 已经成为当仁不让的重点的一个因素之一 然后这个三块的话 上一期也稍微提到了一点 就最具象的 让你一目了然知道 我现在是用哪个箱头 再用哪个单块 再用什么效果器 那以这种标准来衡量的话 最新出的Tone Master Pro 肯定是首屈一指的赢家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形象 它等于是把一个真实的设备 三维建模之后 放在了你的屏幕里面 那其实我们就不用去猜测 因为很多朋友以前用综合的时候 你会必须需要去猜测一下 我这个用的是什么箱头 或者说是什么箱体 或什么单块 因为商标保护法的原因 他们不会把特别明显的一个具体的型号 或具体品牌 放在设备的显示名称当中 比如说分达 它可能在QC或者在FM30里面 永远不能被称作分达 那可能就叫Bassman 对吧 或者说什么什么Reverb 然后Vox的话 它不能叫Vox 可能叫AC15 AC30 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我们在做音色时候判断的速度 或者说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说 初学者根本就无法知道 我用的是什么的型号 你如果要使用正确的型号 正确的品牌 去建立你的音色连接的话 首先你要对这些品牌或者型号 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那当它的文字显示信息都不够明确的时候 那可能大部分人只能靠猜猜猜猜 去用它的一个耳朵直觉去判断 我今天用的这个箱头或箱底或单块对不对 那这方面来讲的话 Tone Master Pro已经做到极致 还有一个因为它本身是分达的产品嘛 那它所有的分达印象上面 甚至是EVH产品的这种相关的型号上面 它全都可以用真实的型号 真实的品牌去标注也增强了我们的信息的可知性 像Tone Master Pro里面的Marshall它肯定不能使用Marshall这几个字去显示出来 但是我们一看也很明白它就叫British British一看基本上就代表是Marshall 还是它特有的一个箱头的颜色的配色 那我们这个还做的非常直观的 然后像QC的话呢 相对而言它采取了一种极简的设计 它在所有的这种硬件的UI里面使用的都是比较抽象的线条化的设计 所以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可能是要在一定程度的去猜测 这个所被模拟的对象是哪个产品 当然对于有经验的玩家来讲的话 这个一点都不困难 而QC的设计无论从屏幕上还是语外上来讲的话 都是当代的简约分隔系的 然后这种简约的分隔 跟QC极简的这种外观工业设计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相得益彰的 那我们会感觉QC有它独有的一种美学 因为像牛肉DSP这个厂牌它在它的硬件产品也好 还有特别是软件的这种插件上面也是特别有自己的美学的 所以它的所有的这种插件你去看好了 它的音箱单块都跟我们现实中所接触到音箱单块的这种外形是不一样的 FM3作为这个三个产品当中 上是时间最长的一个 其实它的鱼矮的话 我觉得还是介于一个比较传统的综合效果器的鱼矮设计的风格当中的 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直观而且因为Fract的系统设计实在太过于强大 这种强大带来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它非常的复杂 所以在我们具体的鱼矮的使用过程当中 会觉得它的直观性的确是不如前面两块大兄弟的 我们知道这个三块里面有两块 Tone Master Pro和QC都是触摸屏的嘛 所以在这种触摸屏的使用当中会明显的发现 QC也好 然后Tone Master Pro也好 它们的这种触摸的控制感以及流畅度已经远远超越了其他的综合效果器 当然像Head Rush我还没有使用过 我所说的是另外一些品牌 那它的触摸感就感觉是在控制一台手机 甚至感觉是在控制一个iPad上面的软效果器一样 非常的行云流水 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 无论是QC还是Tone Master Pro 它们的彩钉已经超越了以往我们所有见到的效果器的彩钉功能 都是拥有这种可以跟任何的参数去联动的这种旋转功能 其它同时是个彩钉 又同时是一个旋钮 Home Master Pro上也是一模一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模一样 也是这样 那这两个彩钉间旋钮 在这两个型号上面有什么区别呢 QC它是不紧实 有非常明显的停顿感 Tone Master Pro的这个彩钉间旋钮 就是非常顺滑的 这个也是这两者一个最大的区别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Tone Master Pro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肯定是参考了QC的这一部分 非常牛的一个设计 我们再说一下这几个效果器的电脑端 或者桌面端控制 QC在发布的三年之内 每一次都在说电脑控制端马上发布了 但其实一直脱根到现在 大概在上一星期 它终于发布了它自己的桌面控制端 然后大家一片叫好 当然还有一点我们需要知道是QC 牛肉DSP在它发布QC的一开始 曾经声称就是说牛肉DSP的所有的软件 跟QC在最终的设计目标上面是相通的 你用了任何牛肉DSP的软件版本 它所保存的参数音色 最后是能过渡到或者说传送到QC的硬件上使用的 这一点大家曾经都以为遥遥无期 但是昨天牛肉DSP发布了 PELINI插件的一个重磅更新 叫PELINI X 然后它的最主要的一个卖点 除了它的设计的形象的变化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说马上就能实现 或者说已经实现PELINI X的软件插件的音色 跟QC硬件音色的一个共通 那我们也拭目以待 在未来更长的时间里面 有更多的原生的牛肉DSP插件 会跟QC的硬件实现共通 Tone Master Pro和FM3在一开始推出时候 就拥有了自己的桌面端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让这两个产品 在我们做音色设置的时候 变得更加的方便和讯解 甚至我觉得像Tone Master Pro和QC 它本身的触摸控制已经非常非常的一流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到底有多少可能性会去用到它的电脑控制端呢 很多朋友会很关心 每一个综合效果器的接口问题 因为它的输入输出了多少 可能决定了你在什么样的音色场景上 非常方便的使用这些综合效果器 那我们来一个一个看一下 这几块综合效果器的接口的差别 这个是Tone Master Pro 然后可以看后面的接口非常的丰富 丰富到我觉得可能大部分场景下面 我们不会去使用它 QC QC的后面的这种输入输出部分 相对而言比Tone Master Pro会少一些 但是也照顾到了几乎所有的使用场景 那我们可以在内部的这种音色路由上去做更多的选择 FAM3虽然体积很小 但是您能看到它能做到的这种输入输出 基本上也全都做在上面了 所以这三块综合效果器的旗舰来讲的话 它们的输入输出已经极致丰富 基本上能涵盖到我们可能会使用到的所有场景 这个也是这些高端的综合效果器最大的优势之一 然后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们来聊一下这三块综合效果器 它的一个音色原理的不同 首先QC它是这个三者中最最特别的一个存在 因为它同时运用了两种技术能力 一种就是和所有的传统的综合效果器一样的建模模拟的方式 就通过软件设计去模拟每一个单块 或者说每一个音箱中的一些元件 然后形成它的一个音色设计 或者说形成它的一个软件对硬件的一个复刻 它还有一点是它拥有和KPA或者KPS一样的采集能力 就是说你可以把你自己所拥有的音箱也好 单块也好 当然这个单块是仅限于失真类单块 能把它们音色采集下来储存到这个小小体积当中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网上从它云端去下载很多其他的用户 已经制作好的这种采集的音色 那这一点的话是其他两块Tone Master Pro以及FM3所不具备的 然后FM3和Tone Master Pro都采取了传统建模的方式 去复刻我们所使用的这些音箱也好 效果器也好 当然这个几块效果器共通是它肯定是都有IR技术的加成 都是把IR技术作为箱体模拟部分 一个非常重要的模拟手段 在音箱模拟的数量上面来讲 当然不让的话应该就是FM3和QC 因为他们所模拟的音箱数量在数字上是占有绝对优势的 FM3分达Tone Master Pro呢 因为刚出没多久 我猜想是会在后期的持续更新中增加音箱模拟的数量 以及单块的数量 所以这一点上来讲的话 大家不用着急 我们今天最后一部分可能是大家最感兴趣的一部分 我们来说一下三者之间音色的差别 但这种差别我要强调的是它没有好坏 只是Different差别而已 FM3作为这个三块当中出品历史最悠久 参与整个音乐界历程最多的一个综合效果器而言 它的音色我觉得是这个三块当中最具备模拟感的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FM3或者说它的老大哥AXE FX 就像我们这边看到这一个 其实在当今的音乐工业史上 已经参与了很多著名的乐队 以及著名的艺人的 无论从录音也好到现场也好 都有他们声音的出现 我们来讲几个大家最熟悉的 一个是大P 大P的话 他们的前期的几张专辑 其实一大部分都是用这台机架版 当时可能还不是这个型号 比较老的黑白屏的型号 都是用这个机架版的型号去录制和创作的 然后像小P小PPolyfia的话 其实在还没有team的插件出现之前 也是用了Fract的产品 之前是用的这个上一代产品 就是AX8黑白屏也是黑白屏的款 另外一个非常著名使用者 也蛮巧 刚刚是大P 下来是小PPolyfia 下一个是Polini小小P 小小PPolini 其实他在访谈中也说 他用到的所有的录音也好 现场也好 基本上都是使用了Fract的产品里面的一个音色 当然他一开始录音也是用的机架版 现场在还没有牛肉DSP出现之前 其实用的都是他们的一个预制音色 叫5153 各位如果有Fract的产品的话 可以去试一下这个5153音色 接到你的Polini的签名款的Strapburger上面的话 Polini的世界从此向你敞开了一扇大门 然后QC的话 它的音色其实是有它非常显著特点的 它的所有的音色在中高频方面 都会有一点点凸起 所以你会感觉QC音色特别的高清 然后有非常清晰的感觉 那这个我觉得是牛肉DSP在比较偏现代音乐作品当中 会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而且非常的好用 因为所谓的这种清晰度往往是来自于中高频以及高频 或者说这也是一种空气感 那我们在同样一把琴使用的场景下面去连接刚刚我所说的FM3 然后在这块QC的话 你会明显感觉到QC它默认的音箱的音色出来会明亮很多 或者说清亮很多 这个在混音作品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因为这样它能突出你的吉他的存在感 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可能你需要去做某一部分的EQ上面的这种改变 以便让你的吉他音色跟音乐作品中其他的部分的元素融合度更高 然后FM3或者Fract系的产品还出现在哪些大牌艺人的作品或现场中呢 一个是我们所熟知的Steve White Steve White最新的现场当中已经大量的使用到了这个Fract的机架 我们在很多的这种现场照片或视频中也能看到 另外一个就是John Mayer John Mayer在前两年的最新的唱片里面 有一首歌的solo部分 他自己在采访中已经明确提到了说 是用Fract的这款机架去录制的 当然他在现场也有使用Fract的机架 很多国外的吉他媒体也已经报道过 因为对一个对音色如此苛求的音乐家 他能使用Fract的这种数字产品 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了数字产品在音色上面 已经同模拟类的音色并驾齐驱了 这是一个未来 这也是一个趋势 所以我再喜欢模拟类的产品 无论是电子管箱也好 或者说人头码也好 但我不抗拒这些最新的最厉害的数字类产品 分达Tone Master Pro的音色风格 一个是我在最近的一个使用过程当中的感受 另外一个也看了很多国外的相关的UP主的视频 那大家都发现他的一个默认的音箱模拟音色 对比其他几个厂牌的产品来讲的话 他的中低频会更多一些 所以会感觉有一些Muddy就是比较浑浊的感觉 我们可以用他内置的EQ或者后期的EQ去优化这些音色 好那我们今天对于这三块效果器的一个基础的要点的一个对比就到这边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建议和想法 你们的一键三连就是我们不断更新视频的原动力 感谢下期再见